从昨天的6点到9点 武汉市浦降暴雨到大暴雨 局部地区特大暴雨 其中汉口地区的降雨量呢 达到了80到164毫米 汉阳地区呢是171到304毫米 而武昌地区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那个水情最严重 降雨量达到了104到400多毫米 其中最大的累计降雨量 在江夏区的乌龙全站 累计最大降雨量为448.8毫米 最大小时降雨量也是在乌龙全站 是88.3毫米 目前中阴城区呢 已经有多处出现了这样的污水 当前呢是这个灾害性天气啊 在武汉这个水情非常严重 在这里呢提醒广大实名呢 能不能外出尽量不要外出 确实外出的要密切关注这个 技巧预报和这个水域 应急闭门的这个污水信息 那么可以看到现场这个雨是越下越大秘密了吗 呃因为管有影的原因呢 很多这个呃地下管道的水也被冲出来了 所以这个水也是呃出了一个泛黄的状态 那么刚才也说到了呃像这样的雨情呢 市民们尽量不要出门 一方面呢有可能产生这个呃 划压的这个输电性能漏电的危险 另外就是像前面这个指示台呃 其有可能就是因为在防信的过程中 为了为了被排浪的过程中 为了加大这个排浪的速度啊 还有的很多这个水域部门把这个井盖打开了 那么如果冒然呢穿行这个呃 涉水的地方的话呢 很有可能就掉到井盖里面去了 这个也是非常有生命危险的事情 我呢可以看到有一些这个呃 水域部门的工作人员 他们从昨天晚上就一直接手到在这里了 据他们讲呢 从六月星期发生以来呢 他们长期处在呃待命的状态 每天都是一个这个高强度的工作呃 的状态在运行 可以看到远处啊 有几个这个当时可能那边有施工这个打围的这个呃 牌子目前被水已经淹掉了一半 旁边甚至还有一个摄像头 可以看到这个电线杆 我只剩下一半了 像这样的情况呢 在武汉呃也不算太罕见 因为武汉地形的原因 它是一个多丘陵的地形 那么就势必有很多这个低洼的系统 就会出现水渍 那么这个东西呢 是也是呃呃 呃和长江流域的这个讯情呢 有一定的相关性但主要都是体现在降雨上 目前我的今天已经已经呃呃全部起雾了 就这边的雨量是越降越大 现在呢呃整个这一个街道口呢 已经安排了这个7辆的这个排水车正在迅速往周边街道抽水 把这个这个积水沿住的地方的这个水啊 抽到旁边有具有排水能力的街道 但是据刚才工作人员介绍呢 可能这个工作要暂时停滞了 因为呃雨量太大了 可能这个抽水的速度已经跟不上了 那么包括他们的这个呃排水的车量呢 一定程度上呃有被水盖到了 他们可能要稍微往后退一点点 在16年的时候呢 因为也是因为这个中下游的大步降雨 呃导致了这个武汉出现了严重的城市内涝 呃很多人都在问说我们有已经有了很好的这个呃 防水的手段 我们有大坝有大堤 为什么还常常会呃出现这样的城市内部的事情 特别解释一下 因为城市管网的这个运行呢 和船家干流的运行 它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它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 但一个地区 比方说水下在武汉 水速过快的时候 可能武汉呢 可能城市内部管网就 已经超出它的承受能力 就会导致内涝 而如果是发生在上游的 比方说大坝以上 或者呃大坝 三下大坝以上的这个降水呢 才可以被大坝有效的蓝蓄 不对下游形成威胁 从今年以来整个西南地区 然后常常中下游地区的这个雨情都比较严重 对我们的防水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这边是呃武汉市洪山区 虎全街的情况 那么我们另外有一组同事呢 也已经火速出发 去往了这个武汉的江滩 看看他们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观看 观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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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在我们的这个镜头前面 已经有工作人员开始进行了这样的一个 我们工作人员已经开始了这样的一个风胀工作 进行着一个进行这个地方是武汉市的龙王庙显段 那么龙王庙是在我们是武汉市的这样的一个一个标志性的这样一个防汛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一个地点也是整个汛情最显的地段之一 那么我们从我们从现在的这个情况可以看到就是江水已经墨至了我的根据根据现在的整个武汉市的暴雨情况 根据现在由于武汉市市的情况下 局部特大暴雨的情况下 在武汉汉口地区 普遍降雨量达到90.9至179.6毫米 汉阳地区为184.7至321.3毫米 武昌地区为150至467毫米 累计最大降雨量为467毫米 为江夏区乌龙泉站 最大小时降雨量88.3毫米 也是发生在这个江夏区的乌龙泉站 在今天早上4点到5点的这个时段 那么由于这个特大暴雨的影响 当前武汉市的中心城区 一共出现了9处浸水 导致车辆无法通行 好 我们现在可以 我们现场已经有江泛水屋的工作人 正在这个地方进行设防工作 我们现在看到他们已经在这边 进行了一个设防的一个动员工作 我们现在现在已经到26点96了 它已经要 这个30将已经提前 因为它是 大概很大个火 那这个准备好得很大 所以你全部安心 安心就是要心安心 你怕这个工具啊 那个东西什么 这样的话我以为 然后把新鲜鱼全会已经中鱼了 我们才能弄出它地形的 好吧 然后我们全是新鲜鱼和车型的这个 单牌 好吧我们马上新鲜鱼 新鲜鱼大作的鱼鱼 我们把这种鱼干牌 新鲜鱼的黄鲜鱼干牌 首先来看大家高科技一样 两个人说 安全和充满 我们的新鲜鱼 就是鱼鱼 全是鲜鱼大 下午就鱼鱼 我们有一个大作 今天是全是鲜鱼 从上我们已经提前的 就是因为要做到 四几三十三十一年 好吧大家要提到你 我去旁边去 我去旁边去 您好 黄主任您好 就是我 刚才看到黄主任您您在这边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安全动员 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咱们龙王庙这个 这个地点的现在一个防汛的一个最新情况 哦现在的所谓是二十楼连九楼米啊 现在我们这个所谓已经到了刚才最实施的所谓已经到二十九二十六年九六米 我们的这个三级响应是二十七十三 昨天晚上已经提前了 现在我们进行对这个杂口的杂口进行了轰堵 就是我们刚才们 然后呢 这个高开杂口的留在最后 那个龙王庙的高开杂留在最后 我们这一旦进行了封密式管理 除了防汛能源 各个杂口的防汛能源 以及这个工作的人员 有证件的可以进出以外 除了正常的询查 其他的能源全部在外面 也确保能源安全 好吧 好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刚刚通过这个主管人员给我们的一个介绍 那么我们也来看一下咱们在现在这个地方的一个整个的一个低防情况 那简单介绍一下 在武汉这个水位 我们一共是防汛水位分为三级 其中涉防水位为二十五米 这个是在今年的六月三十号超出了这个涉防水位 警戒水位二十七点三米 那么刚刚我们这边工作人员已经实时给我们 刚刚实时 刚刚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实时给我们讲到 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当前的一个水位已经达到了二十六点九六米 逼近二十七米 七点三米 那么根据这样的一个情况 咱们的这个龙皇庙显摊段 已经提前进行了这样的一个风闸的一个工作 那么要做到这样的一个更早更全面的这样一种响应反应 那么我们在这里还可以介绍到就是龙皇庙的水位通常比武汉关的这样一个水位高八到十五公分 涉防水位比市区内地面平均高两米 在龙王庙前 汉江水底赴海拔为十五米 长江水底赴海拔是二十米左右 那么在我们 在一九九八年八月二十日武汉关水位达到了这个一个最高水位是一个二十九点四三米 那么这个也是作为一个非常在武汉历史上也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历史的一个水位 那么在五四年八月十八日达到过这个武汉关历史的十九点七三米 这个也是这个武汉防汛的一个保证水位 这个保证水位的意思就是说 就是要就是一旦这个水面到达这样的一个层面 就一定要尽全部的力量来保证这个市区的人民的安全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 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还看到就是在一九三一年八月十九日武汉关的最高水位达到了是二十八点二八米 这也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水位 那么现在根据现在连日的这样的一个降雨情况 那么现在咱们的这个整个一个水这个防汛部门已经做好了充分的 根据此前我们采访的则知的一个情况就是 今天要做达这个三级水位整个防汛部门将会制定非常严格到个人和时间段的一个工作时间表 那么这这也是在整个防汛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那么确保到责任精确到个人精确到每一个时段来保证武汉市民的这样的一个人生和这个健康安全 也可以看到现在咱们这个在我们的这一个整个的一个观景平台上 水流已经漫上了这个观景平台 没过了我们的一个脚踝的一个部分 那么根据这个 根据这个武汉市这个防汛部门的一个预计 就是可能预计是最早则今天晚则明天武汉干关水位将达到27.3这样一个警戒水位 那么这一旦达到这样的一个水位 那么整个的一个防汛的一个响应等会要更加严正以待 那么由于这现在的这样的一个雨情情况 现在武汉市的不少地方都已经出现了比各种不同程度的自数现象 不啊也有很多 现在就是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在整个这个龙王庙的这个现段 已经没有没有其他的这样的一些人员 只剩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在做最后的这样的一个风闸前的一个准备工作 好那么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 在我们的眼前贴着一个安全标语 安全来自警惕事故出于麻痹 那么从现在的整个这样的一个防汐情况来说 就是就现在整个武汉市已经进入了这样的一个 一个 各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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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官方媒体各种官方部门也集体发声 说请尽量避免市民出出门 那么我们也写明了这是一个溺水事故多发地段 在此前我们也介绍到就是在整个这样的一个龙王庙地区 那么在历史上这里也曾就是作为那一个水行多发地来 那么我们看到在现在整个的一个雨量已经 还仍然雨量仍然在持续 那么工作人员也在做最后的这样的一个准备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眼前是这个龙王庙 打岗后向码头的一个古兴碑 这也是象征着整个 指出这样的一个防汐的一个历史 刚刚在整个来这个来到现场的这一路上就各个就整个沿江的这些各个 各个这个餐口也都在进行这样的一个封堵的工作的一个准备 挖土车和各项工作人员也都已经在不同程度的抵达到位 来进行着这样的一个工作准备 哇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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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根据今天10点武汉市防训部门发来的这样一个警告 提醒广大市民尽量不要外出 如果确需外出 请密切注意气象预报和水务应急管理交通部门的自水预警及及时信息 合理选择出行的方式和时间 尽可能避免降雨高峰和易治水的地点 同时也提醒街道社区和市民加强防范 强降雨前及时将地下车库的车辆迁移至安全位置 对焦市清据凉一点 台湾 Europa 一阿比 бок 第一个 那么根据现在 那么根据现在就是近期长降雨的影响 湖北省江河湖库水位快速的上涨 在今天早上六点 长江下流的这个尖利战水位突破警戒 鉴于当前所洪水防御的形势 经研究决定 自2020年7月6日八十 就是今天上午的八点 将我省的水汉灾害防御四级 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 省水泥厅要求各地各单位 进一步要加强压实这个责任 加强监测预报预警 提出好这个水工程的一个调度 保证确保咱们这样的一个防洪安全 此前就是由于今年的这样的一个煤雨季节的一个延长 导致 比较普遍 那么根据现在的整个一个这样的状况 大家也可以看到 现在整个长江和汉江的现在这样一个交汇处 也是一片这个雪 这样的一个状态 也不仅仅是我们现在身处的这样的一个龙王庙潜 在整个武汉江滩的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区段 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这样的一个漫水状态 所以现在的一个防洪的一个情况 确实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一个 全面的一个准备阶段 在东西上 从农家中 在江沙内 在江沙内 海沙内 大沙内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在 的一个迹象 那么 六日 至分起 武汉市防循一级响应级别 由三级提升至二级 从七月六号五十起 武汉市牌烙应级响应 也从三级提升至二级 那好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在我们刚刚这边的 这样的一个工作人员 也从也撤 也就是结束了这样的一个 这个赞成工作会议 回来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方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刚刚在我们身后开 刚刚在我们 刚刚 我们可以看到 刚刚在我们身后开 刚刚在我们身后 来进行这样的一个 赞成 赞成工作会议的 这样的一些工作人员 也结束了他们今天的 这样的一个防洪的 这样的一个部署 来投入到了各自的一个岗位上 那么我们也期待 咱们全体武汉市的市民也好 包括整个防信的 各类工作人员也好 能够齐心协力 共同保证这样的一个安全 来共同比喻好 这样的一次暴雨 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洪水 一个情况 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